离开卢浮宫 我望着地下一层的巴黎春天百货 根本没有时间坐停留 上大巴车后 匆匆赶往下一站 坐船游览 塞纳河两岸 下午四点的游船 我们三点五十分才赶到 进门的时候 要求我们开包检查 可能是受巴黎前两天 KBSJ的影响吧 现在是淡季 游客不够 我找到一个座位坐下 身后的黑人兄弟不停打电话 说着不知道是哪国语言 从上船后 我就一直有些担心 他在我身后会做出什么古怪的动作 过了一会儿 好像不再打电话 安静了下来 此时我的内心也平静了 可以开始欣赏美丽的塞纳河两岸 塞纳河是法国北部大河 全长780公里 包括支流在内的流域总面积 78700平方公里 它是欧洲有历史意义的大河之一 其排水网络的运输量 占法国内河航运量的大部分 自中世纪初期以来 它就一直是巴黎之河 首都巴黎是在该河一些主要渡口上建立起来的 河流与城市的相互依存关系 是紧密而不可分离的 巴黎位于塞纳河流域的附属中心地区 法兰西岛 这是法兰西君祖国的摇篮和不断扩大中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核心 现在人是法国的中心地带和大都会区域 塞纳河上的船有不同档次 豪华型的船上游乐队昼乐 游客可以在高处地面约20公分的面积 也就10匹米的舞池中跳舞 可以享用到著名的法国美食 法国蜗牛 鹅干酱什么的 不通行的没有餐饮 分上下两层 上层场门 下层封闭 视野都很好 游船从码头出发 沿着塞纳河的其中一岸行驶 到西带岛打个回头 沿另一岸边行驶回到码头 人们在美妙的音乐和英语 法语 韩语 中文解说中 尽满两岸分光 我是财君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远方